Hello, 大家好, 我是 KF 今次和大家介绍一下 Online election 很多时候我们做 Online election, 或者是 voting 的时候 我们会顾虑对很多 关于 security 的东西 identity 的东西 authentication 的东西 这些是 security 方面的考虑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过去的经验就是 大部分人对于 election 很多是沉默的 而他们可能都会很忙 而在忙的过程当中 当他投票的时候 他根本对于被选举的人 有份参选的人 对于他们的资料、能力、背景 根本就不一定很清楚 其实这个问题是包括我自己 而如果你要真的去留意他们 其实你要成本很大 因为你要听他的想法 政綱 你要为人所了解 而很多时候 没有一个很特定的地方 或者方法 给你了解他们的人 除非你本人对他很熟 如果不然的话 你临时要去了解一个人 其实就几乎是没有什么可能 今次我就遇到一个 Case 就是Drupal Association 这是一个国内的association 我本人是 practice Drupal 所以我是他们的 member之一 如果没有记错 如果没有记错 其实是有一个要付钱的 订阅 因为我是Drupal Association 里面的一个member 他这次有一个选举 是2020年的选举 他做了一个这样的网站 我觉得这个很有价值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来到这个版面 首先是一个初步 一个页的版面 大家可以看到 他有一个video 就是去介绍 这个video 可以是单一个video 其实是over time 可以转换的 这个就是 说的是 这个bord的2020年的election 这个bord的选举 其中就是一些日期 最重要的是 一些logistics 那什么时候open 开始去选举呢 什么时候close sorry 是nomination 那接着 程序会怎样呢 到candidates 要做meeting等等 整个过程 整个程序 整个程序 就很透明化 很舒服 令到 我们member sorry 老实说 这是一个worldwide association 我根本就是不清楚 他们是习惯怎么做 但因为有一个很透明的 procedure 所以大家都可以很明白 这个其实呢 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是一个digital solution 所带来的好处 那其实呢 就是由2020年9月15日开始 就voting 去到 2020年的9月30日 大概是两个礼拜的时候 去做 那什么时候 去做 做计划 其实 这个有个好处 就是 as soon as voting 是完结 那其实呢 就是 他说了 是什么时候 做计划 那这个其中一个 首页 那另外呢 就是呢 他每张所有的candidate 就是在这里 列出来 那列出来呢 其实呢 可以是 对每一个 选举人 一个candidate 都可以去了解 那这个 其实应该是怎样出来呢 其实呢 你会发觉 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 What does a building community mean to you? What does advocating for Drupal mean to you? 那 其实每一个 都有一个介绍 一个简短的介绍 那在下面呢 其实呢 可以是 Member 有些comment 那 而呢 那 candidate 其实他有个interview 他都将他的 re-interview 呢 posed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 他的interview 那 那 这个是 造成一个 很公开透明的环境 好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另一个 candidate 第二个 那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呢 这些标题 What does building community mean to you? What does advocating for Drupal I mean to you? 那 其实呢 你会发现 每一个candidate 其实都是同样的问题 那所写的 虽然不是我做的 但我估计就是 它是pre-design了 一些这样的questioning 那 让每一个candidate 是按照 即同一个的question 去表达 他为什么要去 参加这个选举 那 他有什么想法 甚至他有什么 commitment 那 他自己去表达 而呢 一个好处就是 说呢 当他在这里 black and white 表达出来的时候 那些人是可以follow 那就是说 将来一年 for example 一年之后 他做了一个review 或者半年之后做一个review 那他会看回 原来这些人 就是他当初 他选举的时候 他说了些什么 他commit了些什么 可能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会看回 这个candidate 他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和他当初 所commit的 是不是都是一样呢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 挺好的 一个内容 一样 有些不同的comment 可能是他自己 或者其他的 members 所post的comment 大家可以 好公开透明 对他去看 at least 就是说 有一个渠道 就 让大家去 看到 而最顶 那里 who we are 这个 可能和我的选举 没什么关系 就是介绍 这个 他的组织架构 那 我们再回到 board of directors 这个board of directors 可以看到 这是现时的board of directors 可以看到 例子 哪些人 他到什么时候 expires 那 他有些就是 当然 这个是牵涉到 国际的问题 有些expires 2020年 有些是2021年 等等 这个 变了 他还有一个 叫board member 的alumni 即是说 他尊重了以往的board member 在个list上 还有一个叫做at large board member的history 那就是说 他每一个的member 他究竟在他 那个期限 的任期 是多久 那 就什么时候开始 多久 那 有一些 by law 他们自己的association 他们有些规矩 有些board agreement 等等 如果有什么问题 就有 Escalation 怎样去做 board bios 就是每一个board member 有一个简短的bios 有一个照片 那 其实这个 overall来说 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 很简单 其实是用Juble 很容易做到出来 但是又非常清晰 那 这个 才是所谓的 一个好的 Digital solution 是一个Digital的办法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 就是做到一些可以帮到我们 很多手的一个做法 那 我觉得这个 是一个很好的example 所以和大家介绍一下 而是要做到这个 其实就是 后面那个logistic 或者那个 后面的technical 去做这个site 其实很容易很简单 那 这次就和大家介绍的 是 这么多 那 我会把这个 的 learning 其实就 摆在 我是BioStok HK 里面 我的knowledge space 里面 作为其中的一个 learning 那 这个其实是一个example 是一个 best practice 的一个 学习的地方 那 这个 这样的 做一个简单的 一个 记录 评论 录了一个video 里面 可以给其他 其他 有兴趣这方面的人 或者公司的同事 去学习 那 这个其实就是 knowledge management 多谢大家